大家好,賀年菜系列 紅燒瑤柱海參 乾瑤柱和海參 很多時在過年的時候都是賀年菜的首選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像我那樣 特別喜歡吃乾瑤柱呢? 想乾瑤柱煮好之後 沒那麼容易散開 也有一點點秘訣 這裡有5盎司乾瑤柱 喜歡吃乾瑤柱呢? 這次的份量也挺多 首先清洗乾淨之後 加水蓋過乾瑤柱面 浸乾瑤柱需要用一隻大隻的碟 瑤柱浸的時候會發脹的 要留一些多餘的位置 等發脹的時候有足夠的空間 那我通常都會放入雪櫃浸一晚 小貼士乾瑤柱已經吸收足夠的水份 我已經轉了一隻小碟 剛剛相反浸好的瑤柱 旁邊不要有多餘的位置 瑤柱要互相挨拌 蒸的時候才沒那麼容易散開 再加多兩片薑和一湯匙紹興酒 我還要按下乾瑤柱的腥味 蓋上中大火蒸30分鐘 现在将两片姜拿起来 然后将熬猪汤隔出来 这样剩下的姜柱汤要保留 还有海芯要处理的 那些姜柱盖上盖子放在一边备用 我是用急冻的海芯已经熔了雪了 看它方便不需要浸发 首先将海芯里的污物清理干净 现在来看看我这种急冻海芯已经很够 所以一会飞水和煮的时间都不会很久 那你用不同种类的海芯 跟你的习惯去处理 拍一块大块的姜柱 加多一汤匙绍兴酒 拿些海芯去飞水 旧姜柱汤 旧姜刚才已经加了落水出味 现在加上酒 和海芯下去 用大火将水煮沸 沸起后开盖转中火 飞水3分钟 我这些急冻海芯很软的 所以要冲冻水等它降温 拿干水分備用 我用了3片烟肉 让汁又肉味香浓一些 用五花腩切片都可以 将烟肉切小粒 还有2片姜和三反蒜头 蒜头要拍一拍它 接着开盖粉水 最后埋芡 现在开中火 将烟肉爆香 把��醋关起来 先把它切开 先放开 或放开 烟肉之后 加质2片姜 放至烟肉释出油分 将存放在 蒜头 放至蒜头和烟肉微黄便可以了 然後加入海參 炒一下 再灑1湯匙紹興酒 接著加上瑤柱湯 我的海參夠軟不需要炆太久 熱水加一點就夠 開大火將水煮滾 滾起後轉到中小火 海參夠軟 煮3分鐘就夠了 那我的是急凍海參 不同種類的海參 烹調的時間都不相同 現在試一試味 瑤柱湯有味道 試了味後 可以補加蠔油 少許老抽調色 再加一些胡椒粉 和糖 調味道 調味道 我用的是急凍海參 完整一條煮 煮好後再展開你喜歡的大小 這樣才不會煮到溶完 才不會煮到溶完 各位觀眾 你們喜不喜歡吃乾瑤柱呢 乾瑤柱海參和花膠 我就最喜歡 在過年的時候 通常都會煮 那今集的賀連菜 希望你們都喜歡 很快又說到片尾了 多謝你們收看 有時間請支持一下廣告 下一集仍然是賀連菜 在下一集我們再見